大家好 我是思天 很久沒見了 因為我們有三個月沒見了 因為我早在身體太差了 我也不想給你們太多負能量 所以我沒有特別說 因什麼事突然不拍片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身體問題 然後臨停了出片之前 其實那幾條片你也看到我 那個狀態是長期很浮腫的 因為吃藥那樣東西 變成我是不適合拍片 總之整個人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態都不好 那我就決定休息一陣子不出片 也沒有刻意跟你們說 因為我知道不想大家擔心 也不想給你們很多負能量 那就自己休息一陣子 過了年之後整個人都好了很多 那很對不起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問題想問我 那我現在這個美容美容 你們的美容美容美容 你們現在先上線了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問我 那我今天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2022年我最喜歡的化妝品化全妝 給大家看 2022年我真的化了很多妝 就是我今天坐在那裡想 我最喜歡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不複雜也不多 因為我年尾不舒服 所以我基本上年尾的時間 我完全沒有怎樣化妝 就是我今天介紹的化妝 我想大家都已經對它們不陌生 或者見我介紹過 但是真的我2022年化得少妝得來 所以你們也有保持著用它們的 那就是這一堆產品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嬌蘭 用了大半瓶都沒有跟你們分享的 就是嬌蘭的這個保濕的primer 有一點金色的bubble在裡面 有一些精華膠囊 很容易吸收的 那我有什麼這麼喜歡它呢 第一個它真的很清爽 你全面塗完之後 你on top塗些什麼都不會打架 不會結束 第二就是它清爽得來 它的注水效果很好 那如果我晚上出街去吃晚飯 那不需要刻意塗防曬的情況下 我就會全面上兩層這個primer 然後無論你塗什麼粉底 你泡上去都很貼服 這支是我今年年度最愛的保濕primer 我現在呢 臉是塗了防曬的 那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塗這一款primer的時候 因為它質地很水 很容易推開你的防曬 你一定要塗防曬之前塗它 你當保濕精華這樣塗 因為如果不是呢 它就會 你看到我馬上推走你本身的防曬 它那個保濕效果有多好呢 就是譬如我用NARS的粉底 它可以保持到大概四五個小時都不放油的 一般 但是塗了這一款之後 基本上六至八個小時 都一點放油都沒有 所以它那個 我經常都把它代替了我的面霜精華 我塗完它就直接去化妝 有很多女生問為什麼呢 我臉很乾 所以我就塗多了很多的保濕面霜 之後才再化妝 為什麼會浮了粉呢 那就是因為你前面塗的東西太滋潤 滋潤得來又不夠注水 那你很容易浮起 之餘呢浮起你的底妝 那如果大家 就是春夏季啦 你想找一個爽身得來的保濕產品 我覺得 嬌蘭的這一支真的很棒 因為你打圈它好像精華水這樣塗 你會令自己的臉癲會膨絕 那還有第二個呢 就是少許有潤色效果 我也是喜歡�特的這支primer的 那我聖誕的時候呢 就算自己化妝不到 如果這支我買了特別版回來 不過是我在香港官網了買而已 那平常就是深藍色的包裝 有什麼喜歡這個primer呢 就有少許顏色 然後又有避霜 它滋潤保濕度也很或者 但這個我只是冬天才塗的 夏天我就不會塗得那麼滋潤的primer 它抓得你後面的粉底是很實很貼服 有些女生說覺得會泛白 其實就要看你塗的份量 不可以太多 而且你要按摩到它吸收了之後 它就會自然量摘做你本身 有少許調整的顏色 如果你一下子塗太多 它就當然會泛白 因為我上年年尾才拍了防曬片 所以我這段影片就沒有拿到防曬過來 因為是在洗手間 那支防曬我最喜歡也是泛光的防曬 因為清爽 雖然它有少許酒精味 但它的清爽程度很好 今年最喜歡的cushion 我就選了YSL粉紅色這個 高遮瑕又水潤 夏天可以用冬天可以用 即是四季適用的cushion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地方 它的妝效很完美 但保濕度又很高 保濕度高得來 它又不黏 所以我這個快要用完了 大家下一個用青鍋片的時候 應該又會看到它 你只看這邊 又不覺得我塗了很厚的粉底 我就是不斷拍了兩下 妝效已經很完美 持久度也十分好 夏天大概五六個小時 會有少許出油的 但是基本上 維持妝八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然後冬天 我薄上一層 一整天都不出油 不脫妝 不過這個粉底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底部千萬不要塗得多 我有一天塗了一個面霜 任何面霜 然後塗它 就馬上會有浮粉在鼻液的位置 所以我自己就只塗 嬌蘭 其實就已經很夠了 今年我最喜歡的粉底 我選了NASHA的這支 Light Reflecting Foundation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用了大半瓶 拍片之外 因為我裝了一些小瓶 方便去旅行 所以用的量就會多一點 還有快一點 但我有什麼喜歡這個粉底液呢 我之前在那條春夏粉底片 新粉底的影片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妝效 很glow 就是少少微光澤那種 你平時拿機出到 好皮膚的效果 遮瑕度有高 高得來有薄 薄得來有保濕 這兩款都是保濕得好 它不算很控油 但它達到一個水油平衡 所以就算你有一點點泛油 它都不會用到一塊塊或者脫妝 春夏冬天都用得到 其實春夏季我自己塗粉底 就會塗得薄一點 冬天呢 你就可以底部塗得保濕一點 就是你塗了保濕再塗primer都可以 這兩款都很適合我這個混合性皮膚 所以我今年最喜歡的底妝呢 就是它們了 年度最喜歡的水粉 是一款我沒有介紹過的水粉 也是上一次top5的水粉片裡面沒有它的 那就是DACO這兩個水粉 一個是水粉狀 一個是新出的粉餅狀 我是完全驚訝到 其實我以往是沒有用過它們的水粉 那接著我今次去日本旅行 我就真的開日本產品出來用多一點 因為我本來想著拍片 但最後我拍不到片 我想說它這個水粉呢 保濕得很好 不乾不卡 無論你前面塗什麼粉底 你拍了這個水粉 它沒有那種乾的粉感 它做到一個很滑很smooth的陶瓷肌 夏天呢你就要壓多一點點在鼻位 最重要是冬天它不能脫下來 它不會乾裂 它也是出到這個很滑溜的磨皮效果 好像filter那樣的陶瓷肌 餅狀這個呢 它有不同的顏色 有粉紅色 有粉紫色 有透明色 那我自己喜歡粉紅色這個 因為我臉實在太蒼白了 用這個粉色呢 出來的效果就會紅潤一點 這兩個碎粉是我猜不到那麼好用 是極度喜歡 所以為什麼它們的碎粉那麼出名 我一直都沒有用過 我現在才迷暖了Daico他們的碎粉 我今年最喜歡的遮瑕膏 因為我剛才你看到 我用了YSL的Cushion之後 其實我可以不用上遮瑕膏了 但是我今年最喜歡的遮瑕膏 都是Iowa Glass這一支 薄得來遮瑕度很高 是超高的了 那你遮暗瘡遮黑眼圈全部都遮到 那你帶出外補妝呢 因為它會變成Map Finish的關係 它又很方便 冬天用得多會有些乾的 所以我冬天主要用它來遮痘痘為主 那遮黑眼圈呢 我會用Cady Polly這支液體這個遮瑕膏 那如果夏天呢 遮黑眼圈遮暗瘡都很ok 所以我最喜歡是Hourglass的這個遮瑕膏 那接著眉筆方面呢 絕對是這個Shumour的 無視刀眉筆啦 自然的眉型要靠它 但是你想用它畫到一些很sharp的歐美的眉毛呢 就不行了 你就算還沒睡醒 你這樣畫一下畫一下 你都不會畫錯了的一款眉筆 然後它又很長長的 那另外眉Gel呢 我很喜歡Bobbi Brown的這一支 因為它是自然的啡色 但是它不會很奇怪 因為我的眉毛很奇怪 我的眉毛只有前面有眉毛 只有來有濃 那所以後面沒有的眉毛呢 我沒有... 即是怎麼說 我沒有毛用來掃眉Gel 所以經常掃完之後 會只有前面啡 後面又不啡 那這一款就是超級natural的啡色 最喜歡的陰影 你們說經常都只看到Omega 因為真的Omega這個打鼻影是最適合我 因為我鼻樑闊 如果用一些啡色的太啡的陰影 我會好像一寒的啡色一樣 而且我這個畫鼻影的畫法 就不是真的適合所有人的 主要是因為我鼻樑很闊 總之正面和側面望的高度好像很不一樣 所以我只可以靠用這個畫鼻樑的方法去打陰影 所以我不是只打陰影那麼簡單 如果那個鼻不會像我那麼闊的女生 就千萬不要這樣畫 你最好就是輕輕掃兩邊鼻樑就可以了 但我真的很神奇 你看看 我畫了鼻樑出來之後就有鼻樑 而且我很喜歡Omega這個 它出了大盒的光影陰影版本 變成以往我經常都要拿著一顆小小的眼影 現在就不用了 這個可以用來打臉的陰影 年度最喜歡光影這兩個 我真的很難選 所以我解釋給你們看為什麼 首先第一個五花肉你們不出奇 以往我是不喜歡它 曾經在這個失望產品裡面 你竟然看到它 那現在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就是我用手塗的妝效 實在太完美之後 我就已經愛不適守了 而且你可以自己調色 在盤上 你想塗得粉一點 或者塗得光一點 你就自己選擇 白色多一點還是粉紅色多一點 塗鼻的位置會很立體 額頭 總之 有這一盒光影 我才有自信多一點 對 不可以這麼貪心 但是為什麼有它呢 就是Charlotte Tilbury這個 你化一些歐美妝 它出來的妝效實在太鮮明了 你看到嗎 這個就自然一點 所以Bobbi Brown這個我就很日常用 但是Charlotte Tilbury這個 只要任何的event 派對 然後那一晚我化妝比較誇張一點 加上這個 是超級加分的 使得妝效實在 Pilot Tilbury的光影 大家一定要把它收納在家裡 其實我本身想說這盒的 其實我今年最喜歡的 就是胭脂光影盤 是這盒啊 Charlotte Tilbury這盒啊 好像聖誕那時候有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到 顏色很漂亮 光影很漂亮 我今年用得最多的胭脂就是這兩顆 一個就是NARS的Behave 一個就是Dior的Rosy Glow的這個胭脂 001 Pink 這兩個其實我這麼多年來拍片 也有見過他們 但是以往我不會常常塗 我以前常常塗一些比較橙一點的顏色 我這一年 不知道為什麼都塗一些很粉的顏色 就是有人大了 喜歡的東西越來越粉 Behave這個顏色實在是 是最完美的一個玫瑰螺色 然後粉嫩的顏色 是真的你任何年紀 任何天氣 都真的很適合 怎麼塗都不會失手 它會比起NARS的Orgasm 因為Orgasm那個是有少許金粉閃粉的 那這個是Matte Finish 你平時上班的東西都很適合塗 那為什麼還有Dior這個呢 其實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很喜歡這個片 還很喜歡這個胭脂 但我有一段時間很久沒用 那因為我要去泰國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選一個很長的胭脂 我就拿了Dior這個 因為Dior這個它還會變色 就是當你的人越熱越紅 那你那個胭脂的顏色就會越sharp 你持久到真的 沒得頂 那當然也很基於你的底妝 只要你的底妝是真的 保持長長的 這個胭脂也很長長的 兩個都是 基本上是我完全最不甩的 胭脂系列 今年的眼影呢 是夏天的時候 Summer的顏色 千萬不要以為我沒有用 其實我是有兩盒的 然後我用得很多那盒 是姐姐沒等到我拿給她 她就已經拿走了 所以我就開了一個新的給自己 很多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會存兩盒的 這方面你是很粉嫩的少女 自然的大地色 然後Summer比較橙一點 那些新色效果 還是你要smoky eyes 這盒也能搞得定 所以我那時候去旅行 經常都拿著這個 就搞定整個妝了 第二個很喜歡Addiction這個眼影盆 我今天要示範這個 這個是001號色來的 快點自然一點的妝 用這盒眼影 大家都要問我今天塗了什麼眼影 Addiction的眼影 建議大家一定要塗Eye Primer 打底 那首先呢 我會把牙色的這個啡 大範圍 拉在眼窩 你看啊 它這個顏色 你不覺得它很突出 我試色上手的時候 你看啊 你不覺得這個啡是一個很突出的啡 但是你一上到眼皮 它瞬間令到你的輪廓 加深了十倍 立刻眼窩的浮腫都會去掉 那我就會塗下眼肚的位置 拿它這個啡金 帶一點點珠光的 塗雙眼皮折位 然後再拿這個啡金 畫下眼肚 然後呢 就會拿這個最深的啡色 只畫下眼肚後半段 你看到我塗出來的顏色 它不會太實的 所以變成適合那些女生 平時可能畫眼影不厲害 而且你很怕歐美的那些很sharp 那些層次顏色很分明 那這些日本牌子的眼影就會適合你塗 帶一點珊瑚粉的閃閃眼影 閃閃呢 你把它印在照片上的位置 如果你敏下去呢 就會搞到你的眼睛很軟 就是喜歡閃閃的眼影 但是又不想好像那些黃色那些很大塊很誇張 它這個閃得來是低一點的 那你晚上啦 你想加強一點點的妝效啦 你就只用多一點這個啡金 這兩隻顏色 還有塗多一點點的閃閃在眼皮呢 已經很sharp了 我覺得是四季適合用 手塗適合用 任何人都會色塗的一個眼影 那這個睫毛夾是我一年四季都這麼喜歡 喜歡了很多年 有五年啦 我想這個睫毛夾是suku的 其實我本身這些睫毛呢 是偏多和長的 但是呢 它是重的 所以我沒有夾的情況下它一定可以的 不是每隻睫毛夾呢 都可以夾完再加上睫毛 我是全天都不會再塗回去的 很厲害 而我年度最喜歡的睫毛 也就是Hironi Make 幼身的這一支 那有些女生問我 應該選這個幼頭還是粗身的那個呢 就看你平時的技巧啦 那如果你的技巧不好啦 很容易塗得一塊塊啦 那我就建議你用這一支 它不會塗得很濃密 但起碼它很夠安全 它可以塗到你的睫毛很長 很纖長 不容易起蟑螂腳 但是你說不行啊 它的效果太自然 你要再很浮誇那些呢 那你就要選它平時簽長濃密 就是粗身的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眼睫毛 塗了睫毛膏就是這樣 今年最喜歡的眼線筆 是Kamek Tokyo 就是如果你沒有塗Eye Primer的情況下 它會脫了一點點 但是它真的很好滑 再加上我有塗Eye Primer的話 基本上一整天都可以保持住了 而且這支眼線筆有個優點就是 有時候你喜歡點粒膜 比如這裡 你這樣一下一圈 它就已經做到一個很自然的形狀了 而眼線液方面 很喜歡MAC的眼線液 因為它的持久度超好 然後它的頭也夠尖 而且它的黑色很實 如果你喜歡啡色的話 你可以選日本的Love Liner 那些眼線筆 好啦 我選了三個不同質地的唇膏 都是我今年最喜歡的 首先第一支就是MAC的這個Teddy Kiss 如果你喜歡裸色厚唇 歐美Style 這支顏色你真的別買 它是我用過最漂亮的裸粉色 它或者Dior 100號 這個就是Teddy Kiss出來的那個顏色 你塗多兩層 令到它的顏色更深一點 實一點也行 你塗得很薄很熱也行 粉絲那種creamy的質地 這一款不算很長的 你吃東西會乾杯一點 可能吃完東西你只剩四五成色 但是顏色我很喜歡 第二個就是這個Dior的Lip Glow Oil 其實我今年才買 對不起 去年才買 然後我才發現這一支很好用的 它透明 但其實它會變成粉色的 好像它的Lip Glow那樣 很潤 妝效很glossy 很漂亮 我又拍了IG VIEWS那條影片 它塗到這個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入手一支 特別適合一些唇很乾 很容易脫皮的女生 然後超級喜歡Hourglass 這個領出來的唇膏gloss 我這一支是105號色 是一點點茶 綠的茶色來的 這一支呢 如果是不用戴口罩開始 我想一定是買到黏了 顏色很漂亮 它的妝效很glossy 得來 它不會有gloss那種厚重的感覺 是超級粉嫩 你的嘴是超級kissable的 你擦這個 在歐美買斷了色 我不知道香港買得誇不誇張 但是我自己心裡超級喜歡 它的妝效glossy效果薄 但是又夠sharp 接著持久度呢 不算好好的 你吃完東西會脫光 是沒有了 只剩一兩成 但是呢 很容易補 又很潤 完全可以smooth 你所有的唇紋 很MLBB 好像我本身的嘴 顏色就是這麼漂亮 加了一層lipgloss 我自己也很迷戀這支唇膏 那第二個呢 很喜歡就是chanel的這個唇膏液 它真的我用過唇膏液裡面 最long lasting 又不容易脫口罩 它的顏色呢 我很喜歡61 80 還有83 61是最nude的粉色 然後有82 這個就是一點點peachy的顏色 那83呢 就是一個玫瑰裸粉色 那這三隻顏色呢 我也覺得很漂亮 那我就不逐一塗上嘴了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顏色 還有試過很多次上嘴 給大家看 chanel這支呢 我最喜歡就是呢 你薄塗就行 厚塗就行 你薄塗點兩點 擦開 你好像有一點點染唇效果的質地 然後你不會 好像被唇吸收了 你沒有塗唇膏的感覺 所以很適合你板素眼的時候 就塗一點點在嘴裡 令我的嘴有血色 又不像擦唇膏 就是chanel這一支 喝水啊 都不會灰杯啊 那樣東西 所以這個 那我今年年度最愛的化妝品 就來到這裡了 裡面有沒有一些產品 是跟你一樣 都是你今年最喜歡的產品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們下條影片見 多謝你們啊 不離不棄 拜拜 好多謝大家不離不棄 還敢進來看我的影片 多謝你們 好啦我會出更多影片的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